启动步很重要 我就讲一遍 好好看 启动步 当对手一打 如果你是防守状态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开和启动 是打开不是原地跳 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推动我的重心 往前去移动 所以接下来我实战给你们看一下 当他一吊我一启动 我就跳回来慢一点再启动 因为这个球是高了 所以可以慢一点 然后我们再跳回来 启动 注意我的脚 开 再上去 所以这个是防守的阶调的步伐 如果是杀球的话也一样的 最重要你们要起到一个反方向推动力 当他一打这一块的时候我一启动 我是推动我的左脚了 变成我的重心就是往这里移动 现在我接杀也是一样的道理 准备还一杀我一启动 我就去防守 一样了再来一遍启动 所以这个就是启动的核心 打开不是跳一下 广义让广大的球友收益 有什么羽毛球伤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编粉丝群和我神度教育